第二十題 滑車具有加速度且加速度方向跟速度同方向時 當時是拉動哪一條紙帶 如果滑車具有加速度 那麼它的每一個相同的時間間隔內所走的距離就會不一樣 我們看到丙跟丁就是這種情況 那麼它又告訴我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那就表示速度就會越來越大 表示它的間隔就會越來越大 因為紙帶是向左拉動 所以左邊的是第一個點 右邊的是後面的點 所以呢就是表示我們後面的間隔要越來越大 才表示我的速度是越來越快 我們看到就是丙這個是我們要的答案 因為丙的間隔會越來越大 所以第二十題問我們說 當時是拉動哪一條紙帶 我們答案選C是丙 因為丙呢它的後面的間隔越來越大 表示它的速度呢是越來越快 表示有加速度 而且速度方向跟加速方向是一樣的